沈月翰代表 各位教宗 綜末好 可能已經有一開始二位子了 所以我要留下經典 這個是我的箭記 這個是2009年兩岸農業論壇的時候 拍的照片 這個是2005年 昨天,2015年我在农委队当时,还有第15年,两张照片的队,10年之间,我好像更年轻了这个健康,在今年9月的时候,我的家庭医师,郭医师,我们做了一个健康检查,结果我的肝,我是有三十几年, 那是你喝酒的意思,那每次喝酒,大概都喝了很多,而且是高度的白酒,大概是五十六以上的白酒,那这三十几年来,应该是肝会越来越差才会,可是我跟人家的律师说,你的肝跟别人的好像不一样,你的肝总会越来越好,好的不得了,真的。 我们从一早上,大家都在谈养老,基督养老,或者哪一个地方养老好,可是,我们有参考的一些,真的是全世界的一些养老,老人,活得很健康的,他们都有一个特性, 因为他们吃的都跟花椒的产品有关系,比如说,这个人,他们就比较免疫,比较高,而且比较健康,所以他们吃花椒的东西很多,那这个是全世界的问题了,你看,我们中国, 中国,2016年,201个亿,占总人口的16.7% 那2025年呢,3个亿,占总人口的21% 那2050年呢,有4.3个亿,占总人口的31% 今天我要讲的是,也是刘占总给我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生物科技的,跟我们养老系列的一种观点性,那我今天讲的是教授篇,就是有关于教授的,跟生物科技的一些观点性,那总的概括呢,我们看到下面4点, 我们想想想看,现在过几年以后,70年,80年后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即将要互带一个工作,他们可能一对夫妻要养4个老人,然后养2个小孩。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2050年,2050年那更恐怖了,大概是UK的在籍工作人员,要养4亿的老人,再养4亿的还没有工作经验的人,那这种经济的负担,会使我们的社会突然加重。那我们社会,不怕福利事业的发展,也跟不上了。 那根本就跟不上,这个根本上我们人口,老人化的一个速度,那一般家庭刚卡的,更养不起这些老人。 所以老人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不只是说你给他一个注,给他一个吃,还有今天谈到了很多相关的,包括理由,包括你心灵上的,这个都很重要。 所以老龄化的确给世界这个国家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你看这个是老龄化以后,我们所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汗,还有后面的像癌症,自由基。 我们发现所有的癌症病人,他的自由基都非常的高,那自由基到底是什么? 自由基是单一分子或是电子,他很固定,所以他会跟癌症高类似的去抢夺别人的分子,来让他固定。 那这样不断不断的下去分裂下去的话,自由基是我们现在健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杀手。 自由基过多,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承受人状态的。 所以我们查体查过很多癌症病人,每一个癌症病人他的自由基都很高。 那自由基有几种,大概分为三种。 一种是代谢自由基,也就是说抄氧的音域是自由基。 它是因为我们每天吸入氧气,那过多的氧气产生变化以后,坏掉以后,那产生了自由基。 第二种是环境自由基,环境自由基就是因为环境而引起的。 比如说,我们个人的水质污染、空气、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还有褐色、褐色、类似这种。 还有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睡眠时间,我们每个人的饮酒、食烟的这种习惯,所引起的自由基。 第三种是一氧化弹的自由基。一氧化弹是传出我们大脑指令的一种。 它如果产生病变,也会产生类似像僵致性脊椎炎之类的一种病。 这个都是自由基跟我们人与人一些关系。 那像我们所讲的三高,也就是万性疾病,也就是我们生活习惯所引起的一种病。 那这些病,都是长期间的。所以,它在中老年以后,才会显示出来。 那如果说,我们家的老年人啊,他有得到三高啊,或是癌症啊,那这个家庭,那会麻烦啊。 但是,这种病,我们可以不可以提前来预防呢? 当然可以的。 像我们,这些病的引起,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霉所引起的。 那身体的霉是什么? 我们一层教授,在我们身体最小的单位,我们称它为霉。 那,我们看看,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学艺里面看到的一些,像各种的胆固醇啊,或是脂肪肝啊,尿酸啊,还有血汤膏的。 他的那个,血汤膏的,他的那个,从血球看起来就有尖尖的,给大家一起尖尖的。 那,我们正式讲出我们的酵素篇啊。 人体的酵素就是哪? 具有生物多性的蛋白质。 也是人体各种生物化学反应的催化剂。 啊,因为你,我们的一举手一举足,我们身体里面的造血、造谷。 啊,各种生化的反应都需要霉的参与。 我们的霉的细胞,有一个霉。 我们人体有60兆到100兆的细胞,所以我们的霉有60兆到100兆的细胞。 哦,他对贫责我们人体各种生化反应。 好,那人体如果缺患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它会引起你长期以来的一种慢性疾病。 那这种慢性疾病呢? 好,我们在座各位有很多也对医疗很熟悉的。 但是,有没有听说高血压病人吃的高血压降压药,它就好了?没有了。 高血糖的人有没有吃的降糖药,它会好的?没有了。 好,高血脂,高血脂解决的就比较轻,轻易一点。 它可以把它通血,让你的血液干净,进化。 但是,有一种东西,它可以做得到。 这种就是我们的教授。 有时候,有一些人把教授说得很神话,其实,不是神话。 因为我们身体的教授,跟你喝的教授,它是不能画本套的。 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自己能治疗自己,治愈能力。 这种治愈能力是怎么来的? 治愈能力就讲的就是,你的代谢酶的工会。 我们身体,我们把它功能分为两种酶。 一种酶是消化酶。 我们每天,餐桌上,用餐,吃的东西。 你以为你的习惯会要吗? 不会要的,因为它的分子太大。 它,地区透过酶的分解,才能消化吸收,排除。 如果没有酶,你去看牛排,排一看牛排出来。 那是,你根本就,你的细胞根本就得不到营养分。 所以,每一次我们,透过食物来,把食物分解成为我们细胞所要的营养素。 比如说,蛋白酸胺,就变胺基酸。 淀粉,糖味,就淀粉,破烙汤。 那油呢,那个,给你干油脂肪酸。 那,变成我们小到我们细胞能吸收的这样的细胞,才会不断的成长。 那,有了养分以后。 那一般呢,很多细胞,我们有说没有透过,那个是看不到的。 那细胞,你也不知道你的细胞到底是,现在是健不健康。 那,很多,我们现在,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报纸报道了。 现在讲究的就是,完全营养素。 如果人对你的食物,能充分得到营养素,那你这个细胞就健康。 细胞健康了,器官就健康。 那,器官健康的品质,人的那个,就健康。 这个是很浅显的。 可是,怎么去得到完全营养素呢? 如果,因为我们人体的美食,随着你的年年,越活越大,你的美食越来越少。 因为环境的破坏,因为空气的破坏,因为食品添加剂的破坏。 因为你自己的生活习惯的破坏。 所以,我们身体的美食越来越少。 那越来越少,你要得到,餐桌上所食用的东西的完全营养素,你是做不到的。 所以,慢慢的你的细胞就缺乏营养了。 那缺乏营养,刚开始你不知道,那累积久,就是生活习惯点。 就是我们的慢性质量。 这个对老人来讲,是一大的杀手。 那,完全营养素呢? 我们,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人体的酵素,我们人体的煤,我们要分成一种叫做消化煤。 又跟这种就是代谢煤。 那消化煤,因为你每天吃的饭,每天必须得到营养分。 所以,渐渐的你的消化煤,要需求会比较多。 那这样的话,你的代谢煤就不够了。 那代谢煤,我们刚才有讲过,代谢煤有关我们的治愈能力。 也就是说,自己治自己的能力。 因为很多病,你只要把代谢煤长回来,你这些病,就会不见了。 像我们举一个糖尿病,很多中医都说,糖尿病跟肝有关系。 那为什么会有关系呢? 其实我们每天所吃的糖,包括多糖,酸糖,我们一定要把它分解成为单糖。 那肝有两种酶,它是把葡萄糖转换为肝糖的一种。 那另外一种酶是把肝糖又转换为葡萄糖。 所以刚才糖尿病人的那个,其实它是一种类似一个生产商,一个工厂的一个概念。 我是工厂,我生产的产品,我把它放在工厂里面。 客户有需求,或者经销商有需求,我把它放过出去。 所以它有这两种酶,一个是把它储存的酶,一种是把它放出去的酶。 那器官如果缺糖的话,那就把它转换为葡萄糖给一个器官。 好,最干是这种作用。 那其实糖尿病人最重要的作用在哪里呢? 分解糖的作用。 分解糖要需要酶,什么酶? 我们会里面可以生产这酶酶。 鱼藏可以生产铁粉酶。 这两种酶就是主要帮我们所有的多酶酶酶,把它分解成为单糖,分解成为葡萄糖的酶。 如果你缺化这两种酶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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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 很清楚吧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把消化煤的部分 跟单线煤的部分要均衡 那均衡 那怎么均衡呢 就是要靠我们平常的时候 我们喝酵素 酵素能做什么用 酵素有分解食物的作用 你看 左边那个是经过酵素分解的 这个是一个生鸡蛋 因为今天没有时间不够 所以没办法做实验 这生的鸡蛋 我们经过酵素30秒钟的分解 你要100度热水倒下去 它是没有蛋发的 没有固体 照理说蛋白质100度7的水加上去 它会有固体的 可是 这个分解后 它是变上去出来的 就不是蛋白质了 所以你加100度热水 它是没有固体的 右边这个是没有分解的 它很明显的看 你们还是有分解的 第二个 这个淀粉 这个像我看不到出来 左边那个是没有加酵素去分解的 它淀粉你会越绞绸 越粘稠 然后倒过来它都不会掉下来 这个过年的时候家里贴棉棉 你可以用这个汤浆糊来使用 那右边这个是水状的 它已经变葡萄汤了 我们可以用点去试试看 用点加在右 左边那个没有被分解的 它是呈深蓝色的 用点乳加上点 它就变深蓝色 所以它大部分的淀粉已经被酵素分解了 那这个是油 油大概十秒钟它就被分解了 一开始就是麻烦 那油啊 淀粉啊 蛋白质啊 是我们每天吃的东西最不好分解的 你吃的会脏肚子 会感觉不舒服 这个就是因为你缺乏这些面的关系 如果你的煤很多 那你的分解消化吸收的能力就很强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 我们如果每天补充酵素 你的消化煤就不用生产那么多 所以你就有能力来生产代谢绵 那我们吃的代谢绵 这个其实生活习惯病跟代谢都有关系 所以你把你的缺的代谢绵 把它找回来 你就会得到健康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室在做的 今天那个公司在做的 我们在台湾已经有24年的历史了 这个是我们昨天有去看的 这个是我们在生物医药园区 青岛的一个生物医药园区 这个是二号楼 我们的公司 叶花冲地就在二楼 那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内景 这个是他五楼的一些公共设备 因为我们选择蓝色医药园区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 可以让我们 不用再去贴过一些 比如说它有细胞实验室 有PCR实验室 有很多的仪器 都可以让我们使用 那我们现在目前在国内提出的专利有12个 我们即将要提出的有18个 我们希望我们在三年内 我们要提出100个专利 因为我们的军统 如果每一个军统提出一个专利的话 要达到100个专利 并不是很难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与台湾一些大学医院 比如说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 还有我们今天下午我们邱博士要讲的 就是我们在农总所做的一些动物实验 有关于会员的那个部分 它已经有很明显的一些动物实验的数据 下午他会跟各位报告 他这个已经有做出来 还有那个成功大学中餐医学大学 宏光队一大学 这几个大学我们都是跟他有产学合作的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保健协会也给我们经验 授台是副理事长单位 这是我们的高兴技术企业 这个是商务部发给的三类信用品 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经验的一些水果原料基地 我们都是严选国内生产量最大的地方 因为一方土养一方人 所以一方的水果一方的米 它是适合在哪里种植的 所以我们选择最多的地方 肯定就是最适合它生产的地方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 你看类似我们新疆的葡萄 我们临下的枸杞 我们可能 23号晚上我们会请大家吃 冻枸杞 新鲜的枸杞 冻枸杞 这个口感更好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恩斯 湖北那个丽川的枕菜 江苏的菜肚龙 四川安月的羽毛 海南的凤梨乌瓜 青岛南梅 还有很多好东西 我们还在继续的发掘 那我们生产教授呢 它的三个基本的因素 就是第一个是益生菌 你有很强的益生菌的话 它才会 因为教授在我们 就是恩斋 我们讲它的定义就是 益生菌的二次多次代谢物 所以你没有益生菌 你就产生不出 很优良的一种教授出来 所以我们 这十多种菌 是我们一次性投入 我们就叫做共生发酵 那共生发酵里面的菌 有燕氧菌 有耗氧菌 有中间菌 那这种 这种 一生菌 聚发酵的 一般大多都是一两种菌 但是我们一次性要投入十三种 它有燕氧菌跟耗氧菌 你会想象不到 它在罐子里面 怎么不打仗 怎么会共存 一个需要养 一个 你需要养 你没给养 它就死掉了 那燕氧菌 你给它养 它也死掉了 你怎么做得到 这个就是 可能核心的技术所在 这个是我们台中 跟青岛的工厂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发酵 发酵 每一个罐 充满教室是十三分 那如果装学是十分 因为教室的比重比较大 这是投产过程 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几个设备 就是我们先进从台湾引进来的 有关于做教室高 教室粉的一些新的设备 现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一家能自己 从原料做教室的 没有一家能够自己做 但是网站上卖了很多 但是我们今夜主张的就是 我们所有的原料要展开在自己手里 所有的原料一定要自己生产 这样我们才会放心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些 企业的产品 欢迎也有展示很多 这就是我们一些 所使用的一些食材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到这里 同时我也邀请各位 如果24号 还有留下来的 我们欢迎参观我们工厂的投产 因为我们工厂 整个投产的过程 全部都是水果 我们一次投资 就是从10罐的话就有100分的水果 所以那里人看水果也是普段观的 那水果绝对都是好的水果 不是做饮料那种不好的水果 所以在这边也不能邀请各位 24号早上我们大概8点半个开始的投产 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指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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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呢 今天上午的所有的演讲 就要全部结束 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 有什么感受 大家感觉上午讲的内容 精彩不精彩 大家有没有说过 这两个想不想听 想听啊 不要着急 今天下午啊 我们会精彩继续 那么上午的演讲部分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接下来呢 请大家全体起立 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送我们前台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呃 离场 好 我们热烈掌声 送给各位领导和嘉宾 好 谢谢 同时呢 我也通知一下大家 今天下午的正式开始时间 依然定在1点30分 所以中午留给大家吃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整整一个小时 请大家一会儿到二楼的华润厅 资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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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餐 然后下午正式开始时间应该是1点30分 好 朋友们 今天上午的所有的会议成吧 里面就全部结束了 啊 让我们下午再见 同时呢 也请我们媒体的朋友 啊 稍坐留步 我们开个小会 让我们注意开侧边 我们开小会 好 朋友们 我们下午再见 我一会儿就到这种会儿 去吧 那边 每个小会儿 可以起一个小会儿 那么发生 我还有一个小会儿 您将成功 在一个小会儿 在一公安的那一半 我这种可以拿去 谢谢大家